Lun Sang 火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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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YUNI 上一回的非正規情報戰有提到 X-Type 中的武器其實都有參考的元素 比如說之前推出的強襲兵裝 有非常多的玩家都眼睛非常的血量 馬上就採用這把武器的外型設計 是來自於洛克人X Command Mission 中的Boss 莉迪普斯上校的最終形態 而在這週推出的破壞雷雅所參考的對象 也同樣是洛克人X Command Mission 中的角色喔 大家有猜到嗎? 參考的對象就是投奔解放軍的非正規獵人 Shadow 他在Command Mission 中 因為認同解放軍支持思考型機器人獨立進化的理念 而背叛而同為非正規獵人的 艾克斯與傑若 破壞雷雅的基本原型就是搭載在他肩膀上的這把武器 但如果我們看仔細一點 X-Type 中的破壞雷雅 在外型上做了細緻的改動 除了原本的槍身塗裝之外 還加上了與Shadow頭盔相似的改裝 握柄的設計也還原了Shadow的鎧甲外型和配色 這些細節設計都讓破壞雷雅變得更帥氣喔 破壞雷雅這把武器的特別技能是木馬直入這一招 他在射出的子彈中附有木馬病毒 能夠隨機消除目標身上的一個正面狀態 還造成對方的防禦弱化 解鎖木馬升級之後 發動間隔還能從4秒降到3秒 並延長對手防禦弱化的時間 是一把能夠大大削弱對方力量的技巧型武器 面對爭議型對手的時候 絕對可以派上用場喔 以上就是這次非正規情報戰的內容 希望能幫大家更加了解這把武器 我們下次見 掰掰